今秋十月这里是多伦多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几种漂亮的小树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支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在认识树之前 我们先要提醒一下大家 你看这个这是明显是Maple 它写的什么 叫Free Mania Maple Acer X Free Mania 什么意思 这个X就是杂交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红蜂 它是杂交品种 而且是两种species之间的杂交 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说的树种类 就是一个大方向大概齐 这是一个什么品种 为什么已经有了这么多漂亮品种的 自然生长的这些树还要杂交 就是因为它喜欢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花花绿绿黄黄的小树林 都有哪些树种呢 先看有点发橘黄的树 从叶子我们也可以判断这是一种枫树 但它有个特点就是三个角 所以它叫三角气 三角风 常见的三角风都是红色的到秋天 这个就显得颜色发粉 蛮有意思的 很特殊也很漂亮 这个三角气旁边还有一棵小树 它还是绿色的 还没有变色 有时候我们辨认这种树是什么品种啊 你看它的果子 现在是秋天 这果子像什么呀 不熟悉这果子的人可能会想的是什么呀 这么点小 这是梨树 这是豆梨 就是它的梨的果子啊 像豆子一样大 它是以赏花为主的梨树 这种豆梨呢 也算是庭院装饰小树 它的叶子会变成这种金红色 橘红色的 像豆梨的英文叫做flowering pears 也就是说它在春天的时候 满树的梨花 梨花带雨 旁边这棵呢 就很明显了 这一看是枫树 然后是红的 那它就是北美红枫 它的特点 你看上面的先变红 下面还是绿色的 这个红枫 从它的形状来看 它瘦高瘦高的 还是一个青春期 还是个小树 远处一点的 就是稍微的成熟一些 可能比它早五年的树林 更成熟呢 它就更丰满 不仅仅是它的树形 还有它的颜色 这个看上去是不是 还是有点暗红 等到它变得鲜红的时候 就开始落叶了 再来看旁边的这一棵也是枫树 但是它落叶很早 这一棵黄色的呢 就是赐槐原生于北美 locust 现在在大街上 多罗多大街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金灿灿 一大片主要是这种颜色 主要是这种树 你看它叶子是一串下来 然后这种交互型的 这种时候是刺槐 但是它有刺嘛 没有刺 因为它是杂交 不是杂交品种 就是专门选育的 没有刺的品种 要有刺的话 树干上会长满了刺 看旁边那边 那颗粉嘟嘟的 还记得我们最开始看 那个粉嘟嘟的吗 这个应该也是三角气 果然不错 这个三角气 英文名字叫做trident maple 实际上底下还有个小尖 这个三角气呢 发黄发粉 那边那是暗红的 那个也是三角气 我们过去看看 这个要红很多吧 怎么判断它是三角气呢 也是它三个lope 主要是三个lope 这个叶子形状 和刚才那个又不太一样 颜色也更不一样 你可能会怀疑 它是什么原因呢 在片头我们就说过了 这个是有可能是杂交品种 或者是专门选育的 不同的品种 认定它是三角气 或者三角风呢 主要是它的大方向 它的父母本 它的基因里头 三角气的基因非常强 这颗三角气旁边 还有一颗顶上变色了 变成橘黄色的 很漂亮 旁边也有一颗 也是同样的情况 看顶部像戴个帽子一样 下面还没变色 从它叶子形状和它的颜色来看呢 很有可能是红风 Red Maple 在北美红风当中 它既可能是暗红 或者通红 或者是橘黄 或者甚至于是黄色 纯黄色 都是北美红风 你看这两颗遥相呼应 挺有意思吧 好了 多伦多地区常见的 几种漂亮的颜色的树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 时针加花名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